观众朋友们,今天又到了言归正传的时刻 今天我们聊什么呢? 本周四,我在参加美国之音十四大家谈节目时 主持人林森先生问了我一个问题 就说了,大家都说,中国经济因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 所以它走不远 但事实是,六四之后,中国没有政治体制改革 但经济却一枝独秀,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所以今天我就来谈一谈这么一个问题 似乎从表面上说,这个问题它有道理 因为的确是这样 中国在2010年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超越了日本 这就是发生在六四之后嘛 我们就来说一说 在1992年,邓小平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那就是南巡 为什么要南巡呢? 因为在不久之前出现了八九六四 天安门大屠杀 之后呢,在1991年 苏联解体,东欧巨变 这就让共产党统治集团啊,惶惶不可终日 那既然老大哥都走了 那我这个小弟还能撑到多久呢? 邓小平就利用经济的发展来挽救中共 于是呢,他以私人的名义进行了一次南巡 并且警告江泽民 谁不改革,谁下台 要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广广富 你直接把这话带给江泽民 你看这老爷子,还是很有霸气的 于是到了上海,到深圳 说了一系列的话,中国由此开始了市场经济改革 邓小平重用朱隆基 作为总理 当时的李鹏是很心里不舒服 认为自己虽然说话呀,比较磕巴 有点像个李科长 但是自己毕竟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 当总理应该是没问题 邓小平就跟他说,你别以为你自己行 别不服气,人家朱隆基懂经济 在这之后呢,中国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是民营企业迅速的发展 之前在文革后啊,民营企业还戴着红帽子 挂靠什么,深圳,村镇企业 后来就慢慢的在六四大屠杀南巡以后 就开始正式的开始发展 民营企业如同雨后春笋就迅速的壮大起来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中国加入了WTO 大家知道,2001年啊,中国加入WTO 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也是很艰难的 因为呢,美国和西方国家当时并不信任中国 而是呢,江泽民利用美国的911事件迅速转向 大家知道,在之前由于北约,特别是美国 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导致三名记者死亡 911事件发生后呢,江泽民敏锐的意识到 机遇到了 因为美国会把精力放在反恐上 就不会啊,盯着中国 于是呢,迅速跟布什总统打电话 然后表明中国啊,支持美国反恐 在联合国大会上也是极力的支持 让美国人觉得中国人可以打交道 可以交朋友 叫投桃贸礼 于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WTO 当然为了加入WTO 竹龙基进行了大规模 可以说叫大刀阔斧式的财政金融改革 这个财政金融改革呢,其实里面呢,有一个核心 啊,说两个也可以 一个就是大量的中小国有企业私有化 啊,当时呢,不叫私有化 啊,叫做啊,这个抓大放小 就是把大型的国有企业抓在国家的手里 成立国之委,而中小型企业呢,干脆把他私有化 这样就导致了啊,大量的工人啊 国有企业的工人失业 民怨沸腾 但是呢,也成功的消灭了大量的僵尸企业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个呢,就是财税改革 大家知道当时啊,中国的财政收入是一锅主 但是,竹龙基呢,就进行了国税跟地税的分离 把好的,容易收的,主要的税源全部集中到了国税 而把不好的,啊,税源不大的留给了地方 这样一来呢,中国的中央政府就成为了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 但有一个问题啊,那地方财政,那怎么活呀 你想维稳啊,啊,啊,你想基础设施建设都压在地方政府啊 那怎么办,诶,诸龙基啊,就做出了另一个决定 就是盘活中国的土地市场 开启了房地产的,啊,这么一个建设 也可以称之为土木工程 意思就是利用啊,因为中国在土改呀,人民公社呀 这些活动中把农民的土地全部变成了国有 城镇的土地也是国有 所以啊,中国政府啊,它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主 整个国家的土地都属于它所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通过什么一级市场,二级市场 来出卖土地使用权给房地产开发商 建设房子,有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售楼花,啊,叫房屋按揭的方式 这样呢,把整个经济把它拉动起来 地方政府啊,就变得很,也很富有 因为这个土地啊,就像中东国家的石油 你看这些中东国家 它也不干活,啊,没钱的 把油龙头打开,啊,自然钱就滚滚来 中国的地方政府也一样 啊,就是说要增加财政收入 那么就增加土地的供给,啊,甚至派出黑社会,啊,去抢占,啊,逼迫一些居民搬家,啊,这就是非常野蛮的一幕 同时呢,可以提高土地的价格,啊,比如说南方国,南方的省份,以联合提高土地价格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房价节节节攀升的原因 有没有开发商从中牟利,或者说呢,啊,中宝石狼啊,有 但是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你土地的价格不但的上涨 啊,我记得我在银行期间 一块土地,当时一百亩,啊,每亩多少呢?三十万亿亩 到几年以后,就已经达到了,啊,上百万,甚至三四百万亿亩 你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这个钱从哪里出?羊毛出在羊身上 啊,开发商不会亏本开发 啊,这个钱还是由老百姓出 这样呢,就推动了整个房子 老百姓呢,也把 有些房子啊,作为投资 去买,买几套房 有些房子租出去 所以,整个房地产的泡沫 就越来越大 啊,这个就 很危险 为什么呢?因为房地产泡沫大呀 就会带来一个问题 它就会带来什么?金融危机 因为一旦说,如果市场的房价 啊,这个普遍的下跌 那么老百姓就 这些接受按揭的 就会断供 就不要房子了 银行就成为了房东 这样一来呢,它流动性啊 就是出问题了 啊,不良资产大量的攀升 结果啊,就会出现系统性的风险 老百姓几题 冲击银行 整个国家陷入一种混乱之中 在西方民主国家就会颠覆政权 在非民主国家,专制国家就会爆发革命 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啊 它是怎么崛起的呢? 简单的说 一个是靠民营企业 第二个呢 是靠经济的全球化 靠中国加入WTO 所以这是两大支柱支撑的中国经济的崛起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 中国经济的崛起跟西方不一样 因为西方国家啊 它是资本主义国家 它是建立在民主、法治、人权的基础上 它的背后是一系列财产 或者宪法制度进行支撑 而中国呢 当时为了加入WTO 也做了一些粉饰 或者说进行了一些装修 也就是在宪法中呢 也写明保护人权和保护私有财产 也出台了什么物权法等相关的法律 甚至还出台了民法典 但是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相比较 中国出现的是什么呢 出现的是大量的血汗工厂 是一种低人权、低福利和高污染 大量的青山绿水都被污染掉了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大规模的雾霾 就是源于啊 就是环境的破坏 它跟西方民族制度就是截然的不同 中国这一种模式到底是什么呢 当时中国很多官方学者认为中国这叫中国模式 因为中国没有通过建立民主自由法治 在一个专制极权的国家居然实现了经济的奇迹 所以他们把称之为中国模式 一些西方学者也跟着鼓噪 说美国民族制度、西方民族制度 存在巨大的缺陷 而中国这种极权、举国体制 可以说优于民族体制 中国这种崛起的确带来了世界民族的衰退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中国这种模式能够持续吗 当然不可能 否则就没有今天的问题 那为什么今天中国的经济就开始走向衰落呢 有些朋友说那是因为习近平搞三年疫情的风控 把经济给活活加死了 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中国经济其实在2007年 习近平没有上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衰退 在疫情期间 中国经济的增长实际上就是负增长 只是官方他硬给他拉了一个数字 编了一个数字而已 所以如果中国的模式能够持续 就没有今天经济的衰退 你看看 2022年末 疫情解封以后 中国没有出现大家所想象的 叫报复性的经济反弹 相反的 经济陷入通货紧缩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中国政府不断的出台 刺激经济的政策 比如说今年5月份 为了世界房地产 出台了号称史诗级的旧市计划 还推出了一万亿 而50年长期股债 但是没有起到效果 这个钱就想扔到水里 而能到大海里 不期一丝的波澜 这就是问题所在 这也说明了 你中国模式 中国经济的增长 不能持续 那么观众朋友就要问 到底原因在哪里 今天我们就来戳破这个话题 我的观点是 中国经济增长 其实就是一场巨大的庞氏骗局 就是一场骗局 观众朋友说 那你得说出道理啊 当然是这样 包括马上开示 上台证交所 深圳证交所 中国的A股在11000 由于刺激计划利好消息 突然出现了反弹 从过去的2700点 一下涨到3300点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是不可持续的 2015年的股灾将会重演 什么是庞氏骗局呢 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 庞氏骗局源于美国 一个诈骗犯 一个金融大佬设计出来的 也就是说呢 编造一个高盈利的收入的项目 你是要投资 就可以得到高回报 然后呢 你投入进来 马上反馈给你 这就形成了 只要下面的人不断的跟进来 就把下面的钱给于上限 上限的总债盈利 就给人一种感觉 叫做直资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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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 生意不行了 原因就在这里 庞氏骗局啊 其实大家不陌生 这个传销 还有什么老鼠会 其实就是这个玩意儿 就是说我们有个产品 非常旺销 那大家都来 你要来跟 那你作为我的下限 你其中的百分之多少要 反馈给我 你再去发展下限 不停的发展 好像大家都赚钱 但是有一天 这个产品没人要 后面的人 醒了 不玩了 那上面的人也没了 钱也没了 它就像一个房子 建立在沙滩上 它是经不起风吹雨打 很快就会倒塌 怎么说呢 我们就来掰扯 我们刚才说了 中国经济的崛起 源于两个 第一个是民营企业的崛起 蓬勃发展 这个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 跟经济的全球化呀 有密切的关联 因为中国呢 成为了世界工厂 世界产业链呢 依赖于中国 但是现在出问题了 出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呢 就是关于民营企业的壮大 民营企业壮大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这共产党他就怕 他怕什么呢 怕颜色革命 怕和平演变 美国战略学家杜罗斯不是说吗 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代 第四代的身上 就会进行和平演变 那你要和平演变就没共产党的事 共产党就得体面的退出政治舞台 这是共产党绝对不愿意的 所以面对民营企业的崛起 怎么办呢 江泽民想了办法 就是招安 也就是说呢 我们是一伙的 你们呢 马云啊 马化腾啊 你们的加入共产党 成为一伙我们一起分赃 这样你就不会反我 就像古代对宋江 对宋朝 梁三婆 英雄 一样招安 让你来当官 用不用你是回事 你就不会反对我 因为我们都黑 都一起投入大朗纲 这么一个目的 但是习不一样 因为这个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 他就恐慌 他之所以上台 按照习这种危机感 他认为他是在拯救共产党 他认为跟文革结束 邓小平救党 改革开放是一样的 只是邓小平这个路 再走下去 中国就会变天 于是呢 他就采取的方式 就是党领导一切 对民营经济进行打压 你大家知道 马云就落难了 阿里巴巴被罚180多个亿 马化腾等等 包括教育培训机构等等 他们都遇到了大的麻烦 源于什么呢 就是老习采取的办法 不再是招安 而是直接两届 跟你说你必须付广 你拿一点 跟共产党不一样 对不起 干掉你 源于想法不同 江泽民他们认为了 民营协在国家做出了贡献 而习认为 这个江山本来就是 我老爹打下来的 只是你们呢 就像没有交保护费一样 得到了安全 所以你别得 得舍 我随时可以收拾你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物 这样一来 民营企业就出问题了 开始国进民退 和混合所有制改革 那就是让你跟国有企业 强行相互参股 目的是控制你 在你的董事会 安排几个党委书记 来监控你 要是实在拆路不进去 就派党代表 来进入你的企业 这是老习的想法 那么民营企业 当然惶惶不可终日了 它就没有创新的意思了嘛 再其次呢 全球化走不下去了 为什么全球化走不下去 因为中国啊 经过改革开放 走到习时代 西方国家也开始警醒了 中国在台海 东海 南海的炫耀武力 让西方感觉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特别是中国啊 通过经济的发展 它并没有走向民主宪政 相反 越来越独裁 于是 全球化的弊端 被人家发现了 这个全球化 太理想 那总有共同的想法 就像一对夫妻 我们合伙 干事业 但是呢 相互 叫做同床异梦 那怎么能够搞得起来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西方开始对中国啊 进行脱钩 断裂 虽然没有完全体现出像 冷战的状态一样 理不理我 我不理你 但是 中国跟世界 其实形成的 就是新冷战 昨天 欧盟对中国 电动汽车加增关税 45% 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全球化 风光不在 民营企业 叫奄奄一息 难以为继 所以中国的经济 就一只腿就断掉了 其次呢 就是房地产 经济 房地产财政 造就了中国 这种所谓的景气 也拉动了 中国GDP的发展 但是 这个房地产 我们刚才说了 它就是沙滩上建的房子 经不起风吹雨打 可以说 臣也政府 败也政府 房地产 是怎么起来的 就是政府推动的 让政府卖地 让房地产商去买地 然后呢 朝银行贷 开发贷款 当这个房子建设 达到政府林 售楼花 一套资金 多项运转 高杠杆 这样一来 就形成了 房地产 巨大的泡沫 这个 习近平就很紧张了 于是呢 在2020年 就出台了 三条红线 就开始限制 房地产开发商的 这种行政贷款 第一个倒下的 就是恒大集团 因为恒大的 它都是几百上千亿的贷款 它这个高杠杆率 就非常的高 一旦政府 跟它把资金卡断了 没有后续的资金 它就会出现 巨额的违约 这个泡沫 就会破 习近平当时提出来了 叫房住不炒 也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他对自己的这番话 还洋洋自得 多次提及 其实啊 两个字 是无资 因为房地产 作为一项资产 它本来就有投资的功能 比如说你房子多了 你把房子出州出去 赚取周金 这不是投资吗 那你为什么 你一个人也守着大房子呢 这是对经济的不懂 但是没办法 你碰上这么一个人 他认为他很懂 没办法 所以这样一来 大量的企业 就出现了债务的危机 也就是说 中共 他直接自己 把这个泡沫 给捅破了 房地产债务问题 就出问题了 什么碧桂园啊 陆地集团啊 包括旺科呀 都出现了大的 债务危机 陈政府 拜也政府 那么 最近又出台了 九月末 突然召开中央政治会议 政治局会议 本来在这个九月份啊 是不考虑经济的 主要是研究 党纪的问题 和内部事物 但是老习 亲自抓经济 李强当然不懂了 于是他来亲自搞 突然推出了 两万亿的投资计划 这就大大出乎 市场的预料 因为前不久 李强还在说 要顾本赔源 不能搞大水浸漫 现在突然 财政银行 集体放水 这样 中国的M2 这个又会大大的增加 这就是印钞啊 我说的印钞 不是那个印刷厂 天天的印 而是由于不断的 推出经济的刺激计划 形成巨大的 派生成巨 是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呢 你投入两万个亿 能不能拉动经济呢 虽然股市有所反映 但这只是昙花已现 其实是不可能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于中国有太多的浪尾楼 中国的这些房子加起来 没人能够住房太多了 而中国的新增人口 又在不断的减少 这就是计划生育 当时也是洋洋自得 我能够控制 我像上帝一样 能够控制人口 到今天 你鼓励生三胎 人家年轻人不屌 不愿意生 那怎么办 人口进入到下降通道 大家可以想 一对夫妻 一个孩子 一个家庭 一个孩子 那么两对家庭 两个一男一女 都不结婚 不生孩 那么随着他们的消亡 这是几何级数 人口的减少 是不是细思极恐 但这都是中国 自己造的力量 所以说 人口减少 房子太多 没有办法 也就是房地产 可以说 叫无药可治 房地产的泡沫 已经破裂 你投再多的钱 就像打强行者一样 可以起到作用 但是管不长 该走 还是得 两腿一蹬 到银间地潮 报到 好 我们就总结一下 也就是中国的经济 为什么 在六四大屠杀之后 能够快速的崛起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0年 中国超越日本 我们的GDP达到 58786亿美元 比日本多了 4400亿美元 但是要说明 日本人均GDP 可是中国的死倍 这是要说明的 中国经济成为 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中国的经济 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 庞氏骗局 营造了一种氛围 这一切都源于政府失守 在操作 而没有建立起 真正的市场经济的体制 所以 它是一个建立在沙滩上的帝国 经不起风雨 到了习时代 由于恐惧政权 会丧失 进行社会的管控 强调党领导一切 这样 两大支柱都倒塌了 民营企业和 我们说全球化 包括 房地产市场 都出现了大的崩塌 那么 庞氏骗局 就玩不下去了 后面的人不玩了 很多人躺平 躺平是什么 不跟你玩 那怎么骗下去呢 这样就面临到一个结局 第一个 继续维持 庞氏骗局 打枪新增 不停地推出 经济的刺激计划 就像今天中共所做的一样 但是没有效果 投入的再多 它都会形成一种空转 没有解决不了问题 源于你的背后啊 没有一种真正的基础 第二种方式 就是进行大的改革开放 进行新的一轮发展 怎么发展 第一个建立法制 抛弃党领导一切 要进行司法独立 其次呢 要让市场取代党的领导 市场来调配资源 让中国利益市场的话 的路停下来 返回到市场经济 邓小平的所谓中国特色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走不通的 要走真正的市场经济之路 再其次呢 就是要放开要说市场 对土地实行私有化 啊 这样一来 啊 这样一来让中国啊 啊 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坚实基础的市场经济 但是习会走这条路吗 因为这条路走下去就必须民主化 就必须进行民主转型 结果共产党就会丧失政权 这就像蒋经国先生所说的 这个市场没有能够永远执政的执政党 但是习近平共产党会这样做吗 不会 那就只有第一条路 而第一条路的结果 强心针打多了 于事无补 你该走人 要走人 这就叫做 能叫不走 鬼叫飞跑 最终啊 还是要回到两腿一蹬的阴朝地府去报道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下周的言归正传啊 咱们接着聊